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茅台从2003年最低点到现在翻了400多倍 我们同与此同时 其实也关注一下海外的酒类股票的市场 和中国一路向上相比 海外的酒类市场今年还是比较吃亏 COVID-19对这个市场的打击是比较普遍的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大多数的大型的酒类公司的股票 基本上从年初相比的话 都有一个33%到36%的一个job 下跌 国内是一倍 对 然后酒类公司里面其实有一些 就是我们其实讲到酒类股票里面 其实有一个我其实非常喜欢讲 但是它也不属于纯粹的那个酒类股票 那这只股票呢叫LVMH 这是它的single LVMH 有些人可能说这个LVMH怎么听上去那么熟悉 它其实是我们都熟知的那个luxury brand的Louis Vuitton 其实也就是这个股票当中的一部分 但Louis Vuitton其实它也做酒 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香槟酒的一个品牌叫Mouette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这个肯定都很熟悉了 有一个那个宣泥师 对吧 实际上这是一家人 所以Louis Vuitton加Mouette加宣泥师 合起来就是这个LVMH这家公司 所以这家公司和其他的相同的公司比起来 不管是比酒类行业的股票来讲 或者比其他那个我们说像那个K-Spade 和那个母公司Tapestry的股票来讲的话 今年表现都还是可以的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也不能就是异想 说这个那个奢侈品品牌今年卖不出去 奢侈品品牌今年其实股票上面来讲还行 对他们看到中国白酒市场 白酒我们其实现在形成四大品牌 四大主要是什么茅台 五粮业 卢州老教 杨核大曲 这四个白酒四大品牌在国内的销售量是节节上涨 但是其实我们看十几年前 其实最大销售量其实不是茅台 是五粮业 到2013年的时候 茅台才超越五粮业 成为销售量最大的一个公司了 但是中国白酒市场没有一个公司能占据比较绝对性的优势 所以说茅台我们看到最近股票是股票A股在1600块钱一股 几年前12年的时候我们的八项注意的时候 苏华季的时候那个时候茅台跌到100多块钱 所以说这几年涨特别多 去年2019年茅台和五粮业集团双双宣布 这是他们的销售收入超千亿 这是第一次两家企业集团销售收入超千亿 所以我们能看到茅台的高端酒的毛利率在91%左右 特别高了 五粮业 卢州老教 洋河 那些基本在75% 91%的毛利 净利润的茅台在50%左右 这是很厉害的公司了 说句话 茅台能够变成我们国家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公司 确实如果从各方面来想的话 可能都大家可能印象不到 范总你平时喝不喝酒 你喝 那几个白酒里面你最喜欢哪种 因为酱香农香其实我比较喜欢喝 和农香型喝多一些 因为就是说茅台酱香型喝起来 像我们四川人可能和四川酒喝的比较多一些 所以说我们对卢州老教对五粮业 农香型的可能跟清代一行 对 然后我在这儿其实也很有意思 就是曾经跟一些老外的朋友普遍喝过茅台 就是老外对茅台这种酱香型 接受度就比较差一点 然后他们经常跟我讲说 这里面有股烂香蕉的味道 反正我觉得各国的酒文化也是挺有意思的 像我们如果看就是说这儿的话 以现在今天COVID-19对酒类的打击来讲的话 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拿的好 但是确实反映在股票上面来讲的话 从年初到现在 这个百分之三十几的跌幅 那也确实造成了一部分的 就是投资人现在相对来说比较关注酒类型的股票 希望看看能不能在COVID-19这个疫情慢慢减缓 将来总有一天会减缓之后 这些股票现在有一些股票都是历史上过去十年最便宜的酒类股 现在就已经慢慢有了 我觉得有部分投资者对这块还是比较关注的 相对来说的话 就是有几家公司 就是投资者比较关心的 当中全世界现在最大 也比较知名的几个酒类的股票 一个是Annebeth 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大家都很熟悉 叫Annehauser-Busch 这个名字母公司的名字 大家不熟悉 但一看这个股票的那个SIMBLE 你就知道这个酒厂做的是什么酒了 它那个SIMBLE就是B-U-D BUT 大家想到哪个酒 BUT就是BUTWEISER 对吧 就百味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摩尔森 对吧 摩尔森酒厂在加拿大的朋友们就非常熟悉了 摩尔森的股票的SIMBLE也很有意思 叫TAP T-A-P 大家有的时候跑到酒吧里面去点酒 说What's on the TAP 就是那个TAP TAP就是那个倒酒那个扳手 然后所以就是这些股票 现在因为都是处于相对比较低的位置 所以有一些投资人还是对它比较关注 对 其实我们其实国外的酒我看的比较少 中国的酒你财务报表我看的比较多一些 所以能看到在茅台财务报表里面 茅台的应收账款是零 它都是现款去买的 哇 那这个很厉害 应收是零啊 所以说那没有没有没有应收账款 全是现款现货 提前打款啊 然后其实能看到我们在在国内的有中国有些电器 比如说格力 美迪 嗯 京东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基本上呢 他们都是收款的下线 所付款呢 是是是后面付 所以它可以占取供应链向下有的一些资金的优势 所以这优势就特别明显了 和新型企业 然后茅台的存货的周准 存货周转在1400多天 差不多4年啊 就是茅台它会放了三四年以后再再再卖出来啊 一般来说我们做会计准则的时候 如果存货时间比较长 我们会减值 你不值钱会减值嘛 是茅台这酒是越放越贵 所以这东西和一般的模式不一样啊 所以我们的财务各方面的领域准则呢 和结合结合 要结合我们相应相关的一些行业来具体来分析 所以这是特别牛逼的财报啊 对 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讲到海外的酒的那个有一些 那个股票和财报来讲的话 因为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啊 就是酒类啊 我指的是海外啊 做了比较多的一些并购 然后互相之间的那个就是品牌的那个监并啊 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 那个大家其实可能之前都 也有人听到过有一个品牌名啊 叫Constellation Brand 然后这个Constellation Brand 为什么那么有名呢 因为加拿大在某样东西合法化 大家都知道我在讲某样东西合法化 叫Constellation Brand 投资了非常多的资金啊 一个酒类公司跨业啊 跑跑到一个就是一个刚刚合法化的一个行业里面去了 那但是呢就是亏损非常严重啊 就是几十亿几十亿的亏损 最后造成这个Constellation Brand 也是股票上面的损失非常大 但是大家有的时候讲说 这个Constellation Brand 这个名字能不能熟啊 大家如果看一下 像非常多的 我们就是比较熟知的那个 那个酒类的那个品牌啊 然后那个都是在这个就是品牌下面在卖 所以呢 我们看到的是如果从财报角度来分析啊 就是西方的酒类公司 目前就是说那个债务 还是一个拖累公司业绩比较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量的一个方向 第二个呢就是很多这种类型的股票 因为他们我们从那个就是划分的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相对来说是它属于Defensive的 我们叫Consumer Stable 就是Consumer Stable 就是怎么用中文解释呢 就是可能就是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产品啊 就是日用品 就是也不能说日用品 就是平时日常就是经常需要需要去消耗的这样一个一个东西 然后那这种类型的股票呢 有相当一部分的股票呢是发分红的 有一些分红还发的相当不错 就我们前面讲到那个Bud和Tab 一个就是说分红分了一点多 还有一个分红分了六点多 所以就是从那个投资人的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有一部分投资人把他们当成一个分红类型的股票长期持有 猫台也是啊 猫台基本上他每年50%的经历都拿来分红的 去年有超过200亿拿分红的 现金牛啊 其实特别好 现金特别好的一个企业 所以你看中国的一些酒业公司 我们看到啊 基本的业态都是一个集团公司 集团公司呢 分为股份公司 还有其他不同的子公司 股份公司呢 公司会作为上市主体进行上市 但集团和其他子公司会围绕着 就股份公司做一些相关的一些 比如说那个那个低端的中端的酒 然后有些公司会做一些房地产啊 做一些相关的不同的一些产业 但是上市的主体都是股份公司 也就是很多大的企业 它要跨界嘛 进行运作 这是比较普遍的一个模式 我们也能看到 他们销售的一些渠道 最主要是经销渠道 他们把出厂价 就是茅台800多块900块出厂价 他卖给销售 经销商1400 经销商卖出去2000 基本上这样做的 造成呢 在国企腐败 这些人比较多的 因为这个利润是比较厚的 然后呢 慢慢的其实茅台也在改革 去年引起争议 就他把他的很多 和上市 把他销售并到上市公司里面去了 然后采取更多的直销模式 直销模式往这样跳过了 经销商这一环节 那到直销模式 还是那1000块钱 所以你那1000块钱呢 就被什么 上市公司或者自己的公司 所赚取了 可能侵害了其他 经销商的利益 所以说 我们在做财务分析的时候 如果经销的模式和直销模式 那我们关注点是不一样的 那经销模式 我们比较关注 它的观点交易啊 看它应收账款啊 看它周转率啊这样的 那直销模式呢 就可口度会高一些 当然我们也会看一些客户的一些分类 那是海外表多 境外表多 这样我们会去分析 它的是否真实 所以说 这就是一个销售不同类型的公司 进行禁止调查分析的时候 我们是比较关注这方面的问题的 对 然后其实讲到茅台啊 我就在想啊 我当年结婚的时候 茅台还没那么贵啊 然后我们中央都摆茅台 现在这个茅台的价格 节节攀升啊 我说零售的价格 那13年才210出厂价 现在900多 对 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变化非常大 那我们就讲讲这个酒类 这个市场的那个未来吧 那因为现在这个经济的很多不确定因素啊 确实存在啊 我们今天其实本来想讲一些就是这个国际大事啊 但是想想还是一壶啄酒 谈点简单点啊 不要不要那么郁闷的事情 但是确实啊 从酒类的角度来讲的话 因为那么贵的酒对吧 那肯定不是一个日常生活 老百姓每天都用得起的时候 那这个跟宴席啊 跟整个经济的活力啊 我觉得是有相当的正相关的 那在这样一个前景下 那就是我们对茅台 或者对这种高端酒品的这个 销售或者它的业绩的未来是怎么看的 其实我们看到在加拿大对酒的监管是比较严的 特别是在终端销售 必须在Lique Store进行销售啊 然后呢 我们看到茅台这边差不多400多块钱一瓶啊 当然这边的很多 加拿大本土的红酒的价格是不贵的 十几块二十块都有 真正的老外外国人 他们不会去买三四百块钱的一瓶白酒的 他们觉得其实不可思议的 对 不可思议的 所以说高端买酒呢 其实在海外市场拓展的 并不是像国内这么大 那中低端呢 什么什么这种 其实呢 买得比较便宜的那种啊 二国头啊 江小白啊 这种这种销售量也是比较大的 那高端的其实 其实除了茅台 比如说五粮液啊 杨河的天之南 孟之南 海之南 海不住老教 狼酒啊 这种这种销售量其实比较难一点 这边是两极分化比较严重 要么茅台 要么就是地端的酒啊 当然呢 我们中国的白酒走出 走到全世界 也是为了推广中国文化啊 也是也是为了这种文化的交流啊 任重道远 但是我们能看到 其实在特别的温哥华 国内比较有名的酒在这边的 都能买到啊 我们这个华人这个族群 因为过去这个十几二十年 向全世界传播啊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 那个就是基本上每一个国家 只要发达地区啊 就都有大量的华人 在那边生活和工作啊 那就是说对就是一些高端酒的 那个使用的那个频率和它的场景啊 其实跟国内的那个商务的场景啊 其实都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 当然了就是我们如果讲到 就西方这边的一些酒类的公司的话呢 那我们也是讲 它的那个正相关啊 其实可能更多的是跟 比如说旅游业啊 跟餐饮 对吧 然后当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旅游业 餐饮业 对吧 这个在疫情下 这个琐琐发抖的情况下呢 那我们也预计啊 第二季度第三季啊 就是仅仅靠 那个大家待在家里面 没事干 然后开点啤酒喝喝 这个对这个就是呃 这个对对酒类的消费有一些刺激啊 但是总体来讲的话就是那个销售市场应该还是往下滑坡的 所以就是说呃 我们呃也是呃如果从酒类的这个经济的角度来讲的话 西方这边的酒酒类公司是非常非常希望看到这个疫情能够快速解锁啊 希望我们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能够看到这个疫情的那个减缓 那也可以带来对这些酒类公司那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西方酒不怎么搞懂啊 比如说是纳菲 纳菲家族有很多不同的酒 价格差的也是比较远的 很多时候很多人买酒去 并不知道你不同的都是纳菲家族里面的酒 那是不一样的价格啊 其实不怎么搞清楚 然后呢这边啤酒 这边啤酒和国内不大一样 国内的啤酒你喝的话 你发现喝了五瓶四瓶喝不醉 那这边喝两瓶你发现后镜好像是比较足的 他们说那个麦芽糖的这个飙量是不大一样的 这个要看啊就是说因为我也不太喝很多酒啊 就是偶尔喜欢小酌一下 但是那个如果大家在这里酒店卖酒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啤酒的度数啊 其实上上下下 对比国内要高 对而且有的时候像那个 那个这里的国内有很多酒啊 就是你一看那边雪花 你看后面那个酒精度 和这里有的时候你买一些就是那些老啤酒 那个瓶子装的大瓶的那个老啤酒 哇这个度数差很多 他那个啤酒几乎是达到了红酒那个度数 然后我觉得这里的话呢 其实如果讲到酒啊 就是还有一个市场是大家可以去关心的 就叫craft beer 叫手工啤酒 然后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 那个当然很多年前啊 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概念 叫手工啤酒 现在基本上你跑到那个BC Liquor Store里面 这个卖的最红火的一大类 一定是手工啤酒 手工啤酒而且也是比较昂贵的 这个也是我觉得比较能够体现西方文化的这样一个态度啊 如果你在我们国内喝酒的话 如果我们今天跟你说来了一个小酒厂的一个酒 我们肯定不喝了 对吧 然后而老外这边呢 他说小酒厂喝酒 我这个新奇有创意有idea 这里面放了什么口味 就是他那种多元化猎奇的那种心态啊 就是也体现了他的酒文化里面 然后那个如果大家看那个craft beer 作为这个市场里面的一个 一个星星也好 作为一个对传统的酒业 那个带来很多disruption 就是带来很多破坏性的 那个发展也好的话 都是一个很值得一看的 一个一个新的酒类里面的一个经济体啊 有相当多的投资人在craft beer里面 那个赚了很多钱 也有相当多的投资人在craft里面亏的本都不深啊 所以也就是说 但是这个是值得 如果大家喜欢酒类型的那个产业的话 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一个焦点 可能也是以后国内发展的方向 我去年回国的时候 也有朋友给我送两瓶手工的酒 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以后 那个国内的一个趋势 像车一样啊 这边很多老爷车啊 不同的喜欢爱车的人自己去搞一些改装车啊 国内可能是中国可能是不允许 但是呢这个可能是就是说 当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后 自己更懂酒啊 慢慢会有一些新的一些趋势 在慢慢的在发展啊 好的 那就是我们非常高兴啊 今天就是说虽然这个星期其实发生了很多挺沉重的事情啊 咱们咱们俩还聊一些相对令人开心的事情 就是那个事件啊 今年呢是一个特别的一年 很多事情都在发生 你想到了没想到都在发生 但是呢生活还得过 对吧 有的时候呢 就是像那个杨胜那个那个讲的 对吧 一壶啄酒喜相逢 对吧 大家在一起开心开心啊 那个不开心的事情呢 闭起眼睛可能就过去了 对吧 生活还要继续 好吧 我们下礼拜的谈点 谈一点比较热门的话题啊 今天呢我们节目就到此为止 到此为止 欢迎收看我们许然传媒的财经大迹象 谈点生活 谈点经济 谢谢大家 我们下礼拜再见 下周见 下周见